肖战余生登顶电视剧景气指数 粉丝无以任何人的敌意和拉财 余生虽已收官 观众关剧的热情依然高涨 刚刚公布的德塔文影视 观察电视剧景气乐榜 肖战主演的余生登顶电视剧景气指数 TOP1 青春感浓厚 爱情氛围满满的余生 是迄今为止景气指数最佳的爱情都市剧 肖战顾为个人角色贡献度占比60% 看了余生 每一个爱做梦的女孩 最大的心愿是一生只求能遇到 一个像顾位一样无条件宠爱自己的人 平淡的时光也会变得温柔潜泉 繁荣的日常生活中也会有绝美的片段 所有相处时情深绵长的岁月都凝固成永恒 萦绕成心间缠绵动人的旋律 肖战的代言和作品都取得亮眼的成绩 从前他无视那些227KOL疯狂的狙击 现在更不会把某些人别有用心的污蔑和引战放在心上 今天一大早看到肖战的石头 扫脱机器人微博开屏 也看到一位明星的不知真假的就是上了热搜 意料之中 又看到227KOL们 一边绞尽脑汁把吃瓜群众彤统 暗投成肖战粉丝 一边诧异肖战粉丝为什么不来控屏 为肖战讨回公道 大致看了这位男星的就是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不敢妄下结论 他的一夜暴红和今年一举官宣多项代言 确实让有些人 既于《三和零》作为单改剧的绝唱 也让那些想机身顶流的人一息梦碎 但他的横空出事并未对肖战带来任何影响 影响了谁的发展大家有目共睹 诋毁肖战的人太多了 一个一个骂回去 不仅自降身价 将自己贬低到一个令自己都敢到修粪的洼地 而且无端消耗了宝贵时间 做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事 一位演员能够在娱乐圈长远发展 评级的不仅仅是运气和后台 更主要的是人品和作品 运气和后台只能助他选贺一时 没有好的作品和人品做依托 很快就会如流星一般 光滑一闪就被无边的黑暗永远吞噬 每一次事件都会有人蓄意拉销战粉丝下场 借以掩盖真正的目的和龌龊不堪的真相 这时真的只能视而不见 充耳不闻 也不轻易被他们的挑拨机器怒火仓促下场 何必为了他人而打乱自己本来的节奏 每个人都有翱翔于蓝天的时候 也有低谷飞行的时候 作品和人品才是决定这名演员能否飞越青天 抵达属于自己的那一片高空的关键所在 经历过人生至暗岁月的肖战和粉丝 真的可以在回首往事时云淡风轻的一笑 丝毫不用在意那些非短流长 02.夫妻变对手 玉谷瑶沉香如谢定档暑期 网友,缘分不浅 近年来,影视剧不断得到发展 影响收视率的主要因素有 剧情题材,演员阵容,播出档期等 一般向假期播出的收视率就比较高 而且很多观众也有时间追剧 尤其是暑期档,寒期档 很多影视剧也会争相抢占这个时期播出 比如玉谷瑶沉香如谢 近日,有消息爆料 称玉谷瑶与沉香如谢有可能同时定档暑期 消息一出,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之所以网友对这两部剧 关注度比较大 是因为玉谷瑶的男主肖战 与沉香如谢的女主杨子 在前段时间主演了余生 请多指教 并且收视率一度突破记录 众多观众对于余生 请多指教这部剧的完结表示遗憾 也希望能够看到杨子和肖战更多的作品 因此玉谷瑶与沉香如谢的播出 成为了网友期待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部剧都是古装仙侠类的题材 看来肖战与杨子俩人很有缘分 面对玉谷瑶沉香如谢 这两部剧疑似同时定档的消息 有网友表示自己会支持杨子 也是因为杨子才去了关注的肖战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更期待肖战的表现 毕竟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第一部古偶剧 而杨子之前的香蜜感觉和这部《沉香如谢》类似 近年来 从肖战播出的《王牌部队余生》 《请多指教》等多部影视剧看 让人能够看到他的演技在不断提升 也感觉到他在对角色进行不断突破和转型 对于这次古装仙侠剧男主的饰演 也让人感到期待 杨子在近年来 在古装剧上的表现让人感觉很优秀 无论是从青云至 还是到后来的《香蜜沉沉浸如霜天机之白蛇传》说 让人感觉他的造型很适合古装剧大女主 尤其是在很多虐心场景的剧情表演时 感觉他的眼泪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近年来,虽然在肖战和杨子身上有很多新闻 并且也有一部分人质疑两人的演技 但是通过两人影视剧的成功播出 还是向他人变相证明了两个人作为演员的成功 也希望两人在演艺圈的道路上发展顺利 不知道大家期待《玉谷摇沉香如谢》 这两部剧的定档播出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